前瞻怎么瞧 蓝绿协商谈出共识来 从原本八年八千八百多亿的前瞻计划 预算对半砍 改成四年四千两百亿 力拼三读要过关 当然四年没办法完成了 可能会拖超过四年长一点的 那大概都是在轨道的这一部分 所以这一部分我想 有第二个时程的第二个四年 已经在这个条例里面都这样规定了 这个其实跟整个国家实质要建设的期程 并没有任何自爱难行的问题 朝野各退一步 国民党有面子 民进党有理智 但葫芦里究竟卖啥药 前国策顾问好名义就痛批 这根本是把人民当猴子 说如果民进党对轨道建设不肯让步 只是预算减半 而国民党也配合演出 就是甘愿当猴子 蓝绿在玩数字游戏 想把人民当猴子爽 实际上什么事情都没改变 这个叫做侵占人民 说蓝绿在玩数字游戏 实际上行政院副院长林喜耀早说过 前瞻特别预算可以两年省一次 根本就是以托待变 就连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凡 也在脸书批评前瞻的土地征收条文 还奉刺民进党可以再堕落一点 昔日盟友说重话 前瞻条例拼三读 争议恐怕在后头 记得台北做不到 要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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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